内湖分局远景 到场对肇事驾驶进行酒测 这期死亡车祸发生在内湖三种院区急诊室前 一位正准备到医院抽血的66岁陈姓富人 不明原因遭到清运三种重镇大楼工程废土 正从工地出来准备右转的沙石车前轮碾压 虽然紧急送医急救 但因为伤重宣告不治 这几车祸是发生在上午8点39分 城包三种兴建大楼工程的城包商 载送土方沙石车行经机程室前方的巷口 右转时未注意穿越的行人而发生肇事 致诚信富人送医不治 经测试驾驶无酒精反应 全安一国是致死 遗送市民地点署侦办 徐信驾驶则则表示 因为视线差并没有看到诚信富人就在车旁 警方讯后已经将造势驾驶依过是致死移送 至于真正造势原因 警方还要再做进一步调查 意外发生后 三种方面也发布声明表示 将检讨工地监造等相关单位的疏失 并要求厂商做好家属慰问及后续抚恤事宜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